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章第三节 至上而下的方法 那这个内容呢 属于本章一个很特别的内容 谈到的是至上而下的方法 文字我们都认识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带着大家回到图20-1 请看图20-1 请看第一节的内容 他就讨论了 内部控制审计是干什么的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的目标是合理保证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 如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是零 我们计划了工作 我们去做测试 如果最终我合理保证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是零个 那么我们就认为 他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那你怎么去找到 它是零个呢 对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 至上而下的方法 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各位同学 很特殊的方法 对 他其实就是去找 找 找什么呢 你测试的控制 我们用口语说是去找 用书面的语言说是去选择 既然是去找 或者是去选择 就说明不是一刀切 一网打尽 对 自上而下的方法 去选择 理测试的控制 理测试的控制 是什么控制呢 那个地方可能有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的控制 对 所以本章第三节的内容 他这个说法 很文周周 实际上我们 用通俗的语言来讲 就是我自上而下 我去找 我去许 我去找 重要的账户猎报的认定 那个账户 重要的账户猎报的认定 的背后的控制 那个里头 可能 那个控制 可能会导致财务报的重大缺陷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如果 我找到了 理测试的控制 我用这种方法去找 找到的呢 那我就测试 你到哪里找呢 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 还有 在企业层面和业务层面当中 有信息系统 所以 我去找的时候 我先从什么呀 财务报表层次 先从业务 企业层面 再从什么 再落到某一个业务 对 在企业层面和业务层面的背后呢 我看 我看这个控制 是自动化控制吗 自动化控制 不是自动化控制 那就是人工控制 如果是自动化控制 就有一般控制 对不对 就有应用控制 对的 所以 这个内容啊 第三节的内容啊 一定要放到这个图里面 好好 我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 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去找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这是我始终 这是我的出发点 也是我的终点 对不对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零个呢 还是一个或多个呢 还是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呢 如果审计范围 受到重大限制 我既不能说零个 也不能说一个或多个 我不对内部控制 发表意见 如果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是零个重大缺陷呢 那就是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 如果是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 有一个或多个 重大缺陷呢 那我们就说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无效 如果是零个呢 我就无保留意见 如果是一个或多个呢 我就否定意见 如果我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的呢 我不发表意见 但是我都要出报告 我的结论有三种可能 对吧 当然呢 我们说 在审计范围 受到重大限制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零个 还是一个或多个 我无法表示意见 有的时候也不出报告 直接闪掉 闪人 对吧 我走了 不出报告 终止 那你为什么 你要终止呢 为什么你要发表 否定意见呢 为什么你要发表 我保留意见呢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呢 我测试的 你测试了什么呢 测试了企业层面 业务层面 和信息系统 你采用了什么方法 去选择测试的呢 自上而下 我从上面往下说 制成一个体系 所以啊 我们第三节的内容 是本章最奇葩的 奇葩说 对不对 吐槽大会 是的 它叫自上而下的方法 这一节有四个考点 第一个 这个方法的思路和步骤 我有了这个思路和步骤 我就去找 找什么 找我要测试的控制 那你要测试的是什么控制的呢 是重要的 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的控制 那什么是重要的呢 我有定量和定性 好 我找到了 比如说 我找到了什么呢 我找到了 固定资产 这个账户 在报表里固定资产 这个项目 什么认定呢 叠价 就是它的假定说 是减值有关的 减值有关的 是什么认定呢 就是 我们说准确性 邓号技嘉核分担认定 对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考点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了解 贝神迹当为假公司 他在2021年 关于他的机器设备 生产的产品 卖不出去 他准备停产 然后这个生产线呢 已经没有投产了 这个生产线有简直的迹象 我是这么找到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一节当中 我们的方法 其实就 如果说一个字 就去找 找什么呢 找控制 找什么控制呢 找理测试的 你要理测试什么控制呢 重要的 重要的账户是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有六个认定 你都要测试吗 不 我就是 要去测试了一个简直的 听懂了吧 听懂了 好 我们用 非人的语言 非人 非正常人的语言 来说本节的内容 四个考点 第一个 至上而下的方法 第二个 识别重要账户列宝 及相关认理 第三 了解 潜在错误的来源 并识别相应的控制 第四 选择理测试的控制 听得懂吗 听不懂 是不是 所以老师给你前面 做了一个翻译 是的 那第一个考点 是方法 有了这个方法了 以后呢 我就要找 重要的账户列宝 及相关认定的控制 然后找到了 我后面就要把它 选出来测试 对吧 测试 那么你去找的时候 是什么呢 刚才看的这个图 我是从企业层面 到业务流程层面 这个企业层面 和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有的是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控制 有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 所以还涉及到 二十章第七节的 自动化控制 或者叫信息技术控制 yes 好 我们本 本讲 这一节课 解决二十章第三节 各位同学 我们 二十章第三节 我们在这一讲 我们把它拿下来 它非考不可的 对吧 好 第一个考虑 智商按下的方法 我们有的时候 说听不懂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 要说 听得懂的话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试卷上的话 都是听不懂的话 是的 我们既要看得懂 听不懂的话 我们又要说 听得懂的话 二十章 从审计学习的 技术难度讲 有难度 对 好 智商按下的方法 它的思路 它的步骤 提出问题 这个方法 刚才老师 已经结合这个图 二十章一 给大家说了 它就是要找到重要的 找到重要的 什么呢 控制 那我找到重要的 言外之意 我不需要去测试 所有的 是的 我要精准防控 动态清明 对 好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北京市 有新增加的 新冠肺炎病毒的 阳性确诊病例 听得懂吧 听得懂 那我 我就要去 找 找重要的 找到哪里 北京市 朝阳区 某某街 这个某某街的 后面有一个 社区馆 对吧 社区馆 哪些 哪些 这个小区 小区呢 比如说 W小区 W小区 它有多少洞呢 W小区 它有多少洞呢 它有 二十一洞楼 其中在 第八洞楼 第八洞楼 有几个门呢 三个门 在 A B C的 C门 这一个门洞 某一层 有一个 密接 2022年 我们有一个词 叫 密接 或者叫 密接者 或者叫 次密 对吧 你怎么找到了呢 我自上 而下的方法 先看北京 有新增加的 在哪一个区 比如说 朝阳区 什么社区 比如说 XYZ社区 好 哪一个小区 W小区 W小区有多少洞 21栋楼 21栋楼 那么 其中 第几栋 第八栋 几个门 三个门 哪一个门里面 有重要账户 列宝 及相关任命的控制 C门 C门 不管有多少城 给它封了它 对不对 封闭 把这个门洞 因为里面有一个密接者 那我要去测试 测试这个领域 这个C门洞 全部Stay at home Stay at home 14天 首先做一轮核酸检测 如果发现有阳性 把它接走 对吧 这一个C C门洞里的住户 没有阳性的 就待在家里 有阳性的 接走 好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做 至上而下的方法 能听懂吗 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解决什么 请一定要告诉自己 找到重要账户列宝 及相关任命的控制 是找那个 密接者背后的 那个内部控制 知道吧 好 那我意外 请注意你看看 北京市 那么多区 朝阳区 XY Z社区 然后某一个小区 21栋楼的 第8栋 C门 有 密接 其他的 没问题 我重点突出吧 突出 就是做这个事 然后对C门 贾定说 这个C门 一共有 35层楼 一梯两户 贾定说 一梯两户 那有70户 贾定都住满了 这70户 就是我要选出来测试的 所以我自上而下的方法就是做这个事情 先听懂 言外之意 其他的都可以自由活动 知道吗 其他的 这个自由活动 好 那我们听懂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听不懂的话 自上而下的方法的思路 始于报表层次 从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整体层面来了解 整体层面了解高风险 小区 好 然后关注什么 重点关注企业层面的控制 在逐步下移至 认定层 你看我都是逐步下移的 这是北京市 对不对 朝阳区 XYZ社区 某某小区 小区里面第八栋 第八栋里的C门 到了70户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我确认 确认 我对这个风险的了解 并选择能足够应对 评估的每个认定的控制来测试 这就是我的思路 这三句听不懂的话 要想办法多读听懂 我的步骤呢 自上而下的方法的步骤 先从报表层 先从报表层次 了解整体风险 哪一个区是高风险 然后呢 我要识别了解和测试的是 企业层面的控制 在企业层面的控制中找重要的 重要的账户列宝及相关认定 好 那么我怎么去找呢 比如说固定资产 它有六个认定 我找哪一个呢 我发现它有检视迹象 我找准确性 邓号 技艺架号 分摊认定 那么固定资产的存在完整性 我就不管了 我就找这个认定 这个认定背后的控制 我就要测试 那就是我要测试的 一定举例 老师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新冠肺炎 病毒防治的政策 精准防控动态清零 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就把这个七十户找到了 来测试 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们说 我自上而下 找到固定资产这个账户 它的准确性技嘉核分摊 这个认定的控制 我来测试 Yes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 请注意 我自上而下的方法的思路和步骤 那么我是要找重要的 现在回答什么叫重要的 重要账户猎报及相关任理 各位同学看 审计语言很绕 这是非人类 非人类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吐槽 你不要痛苦 你不要 怀疑人生 怀疑没用 你掌握 对 那重要的 我们去 职业判断或评估 两个维度 定量和定性 那定量是指什么 有的同学说 就是重大 重大是指什么 就是重要性 重要性是指什么 是指把杯子装满的 假定说这个杯子装满 我们在第二章讲过 财户报为整体的重要性 是1000万 假定说实际执行的 我们在第二章 第三节讲过的 实际执行的 按照A的50% 我们假定是500万 那请问 你定量评价 是指 这个账户 它的金额 超过了1000万呢 还是超过了500万呢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 是的 有的同学呢 前19上学的不错 他说 老师 我们在教材的 第二章 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要选取 项目测试的方法的时候 我要选取哪些项目呢 我要选取重要的 那个时候的重要 就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我们在20章 第三节 你要识别重要账户 列报及相关任地 你那个重要 是指这个杯子的 哪一个金额呢 请注意 我们在20章第三节的 重要账户 是指 超过它的 对 超过什么 超过 财务报表 整理的重要性的 好 请看杯子 那是不是 每一个账户 超过了1000万的 就是重要的呢 比如说 有一个账户 是5000万 它大于1000万 它这个账户 是不是重要的呢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呢 因为 这个账户啊 它是一个 债钱工程 在12月31号 它有5000万 它没有 重分类 它这个 错报的性质 是一个重分类的 那么没有 重分类 对我报表 影响不大 它的金额 虽然超过了 1000万 不一定中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举例啊 比如说 我们 有一笔交易 有一笔 对外的 劳务 多少呢 确认了 当期的 这个 收入 800万 实际上 这笔交易 是假的 虚构的 那么 是不是小于 1000万呢 是的 那这个 800万的 这么重要呢 那要看 这个800万 是虚构的 它薪质重要 它薪质重要 它是虚构的 是假的 是5B 或者 这笔虚构 如果你确认了 收入 那么就会 改变它的 盈亏状况 假定 它的 省计前的 利润 总额是600万 你这个800万的 收入 一旦确认了 就会 带来 假定说 这个800万 带来利润的 增加的 800万 好 你这个800万 也确认 它就是 盈利 如果这个800万 不确认 它就是亏损 那你说 这个800万 的账户 是不是低于 财务报表 整体的 1000万呢 是的 那你觉得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呢 它不是 金额低于1000万 怎么也重要呢 我是定性 评估的 有的东西 都由你说吗 对 不是由我说 由教材 你说 这就是我们 定量和定性 评价 老师呢 结合这个杯子 给你温固了 再看一遍 在内部控制 审计中 我们说 重要账户 从金额上讲 是超过 实际执行的 还是超过 财务报表 整体的呢 超过 1000万的 那么在财务报表 审计当中 我们说 这个重要的账户 或者是交易 或者是认定 它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 yes 好 那我再问你 如果 在内部份的审计当中 某一个账户的 余额 是1200万呢 它是不是 大于1000万呢 是的 它同时 是不是大于500万呢 是的 这个账户 在财报审计当中 和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是不是 重要的呢 从定量的评价来讲 通常认为 它是重要的 再听一遍 前19章是财务报表 20章是内部控制 他把这两个问题 居高临下 再说 对 请听 某一个账户 它的审计前的 这个账户的余额是 1200万 它是不是大于1000万呢 是的 那通常来讲 是不是重大的呢 是的 在内部控制审计当中的 重大 就是看这个1000万 那请问 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重不重大 是不是只超过了 实际执行的中央性500万呢 是的 那请问 这个1200万的账户 无论在内部控制审计 和财务报表审计 是不是都是重大的呢 从定量来看 是的 老师刚才说的都是对的 你听得懂吧 听得懂 我们用文字说 好吧 用看不懂的说 是的 在老师提出来 第二个考点的时候 还要给你看了这个图以后呢 还要把这个图的内容 再用语言跟你说一下 因为20章第三节 它太不好理解了 所以老师用书面的文字 再跟你说 好 第三节干嘛呀 自上而下的方法 自上而下的方法 干什么 去识别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账户列宝及相关认定 比如说 我们识别到固定资产这个账户 那固定资产作为资产负债表达 它有六个认定 我不需要每一个认定 某一个认定 可能每一错 没有错报 我就不需要测试 所以重要账户列宝 跟它相关的 某一个或两个认定 你不能说 只要是查固定资产 每一笔我都查 不是的 它是什么认定 它有六种认定 对不对 好 这叫重要账户列宝及相关认定 作者话题是应当 依据其固有风险 那什么叫固有风险呢 首先告诉你 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的 这两句话是要考的 对吧 什么叫固有风险呢 那就是第一章第五节讲的 固有风险 是假定不设计 不执行内部控制 它容易出问题的可能性 如果我不去控制它 它就容易出问题的可能性 固有风险 对吧 固有风险很高 比如说你不戴口罩 你要聚集 你要去搞party 那么这个奥米克戎啊 它的固有风险很高 你感染的固有风险很高 但是有的同志 真的是没怎么下楼 就是就做了核酸 也被感染了 你看 它采取了控制了吗 采取了 结果没控制住 懂了吗 什么叫固有风险呢 我没有采取控制 容易出错绰的可能性 这就固有风险 什么叫控制风险呢 我采取了控制 结果出现了错绰的可能性 就是我没有防止 没有防控 助他 对 好这个懂吧 这是第一章 第五节 审计风险模型相关的 风险的概念 有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重大账报风险 检查风险 审计风险 好 第一句话 也是教材的话 大家听一下 识别重要的账户 列宝器相关认定 我应当依据这个账户的固有风险 而不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内部控制审计跟财务报表审计不一样 我内部控制审计就是要找某一个认定的背后的控制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不应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好 我先讲到这里 待会再给你展开 第二 我不应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那是不是我就不管了呢 不是 虽然我不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我要去找他的控制有没有缺陷 这两句话 有点听不懂 正常 老师给你展开 先看第一句 我在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我要识别重要的账户内包及相关认定 我二十章第三节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对吧 那我要不要考虑过有风险的药 比如说你戴没戴口罩 如果你不戴口罩 这个过有风险就很高 我戴了 戴了口罩是不是就不会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 还有可能 对吧 那我不戴口罩呢 那过有风险太高了 这个奥米克戎啊 这个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 好 但是我应不应该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呢 不应该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它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请看 请看各位同学 它是在财务报表审计中 它是要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的 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我们在第七章第四节 我应当了解 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控制 我应当了解 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没错 我了解了 我要评估 预期有效吗 如果预期有效 我用OK表示 如果预期无效 我用OK表示 好 如果预期有效呢 我在前十九章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它要求你 你应当做控制测试 好 那我控制测试 请注意 控制测试就测试什么 你说它有效 我就要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表明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们有一种可能 获取的是真的有效 我们用OK表示 因为我财务报表审计 我要审计财务报表的 错报 错报要落实到任地 所以我要做实质性程序 因为实质性程序 是直接查照 财务报表认定的错报的 这个没问题 好 请注意 如果我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OK表示 控制测试真的有效 用OK表示 那么这个我就可以少做程序 你为什么少做程序呢 因为我考虑了对控制的影响 我这个就叫考虑 对控制的影响 考虑对控制的影响 考虑对控制的影响是什么 我要了解内控 好 我用OK表示预计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应当测试内部控制 是不是真的有效 如果说是的 那我就少做实质性程序 你为什么少做 你为什么能少做 因为我考虑了对控制的影响 因为控制了解有效 测试有效 我可以少做 好 第二种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们用OK表示 控制测试以后 无有效 不是你了解的那么有效 那怎么办 我多做审计程序 实质性程序 为什么 因为我考虑对控制的影响 因为他这个不OK 好像听懂了一点 好 再来听 我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我应当了解 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我了解了 不OK 就预期控制无效 要么设计搞不定 要么设计搞得定 他没执行 我们用不OK 表示他无效 那我不做控制测试 我要做更多的 实质性程序 你为什么呢 我考虑控制的影响 翻译了一下 刘老师听懂了吧 听懂了 那你在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你还考不考虑 控制的影响呢 我不用考虑 我就是地找这个控制 有没有缺陷的 对 这个考试不仅100%要考 还可能会丢分 知道吗 是的 那我不应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因为我要去找这个控制 到底是什么缺陷 知道吗 我不应考虑控制的影响 但是我应当识别 相应的控制是 相应的识别 这个相应的控制 什么东西啊 导致错暴的控制 错暴的来源 为什么 我 基本没下楼 我下楼 只是去做核酸检测 那我前面三天都是阴性 为什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回来就变成了阳呢 那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是在做核酸的时候 你要没注意一个是 是不是一米以上的间隔 你还在那边跟别人说话 一边排队 还在那聊天 哎呀 这里有 这个控制没控制住 再说 正在给你检测的这个大白呀 他穿的防御服 他戴着口罩什么 或墨镜 他一天都在那里做核酸 他这个防御服里面 可能有病毒 不是故意的 这是一个风险点 知道吗 所以我们说 有一点听得懂啊 越来越有一点感觉了 好我们就来看 下面要考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 重要账户和列宝 及相关人对罪 神经语言很绕 对 再绕我们也搞清楚 是的 好 什么叫重要账户和列宝呢 啊 重要账户和列宝 就是跟你的财务报表相关的 这个财务报表的某一个账户和某一个列宝 主要 这个列宝包括披露 我们财务报表的错报是金额分类列宝 列宝包括披露的 也包括财务报表付诸的意思了 好 如果某账户和列宝 可能存在一个错报 那这个错报都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你的间隔太近了 你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 你跟别人前后左右的说话 你还把口罩拉下来说话 对吧 所以人家戴了口罩 你把鼻子露出来了 这个病毒 奥米克人 你就中了 你中了个奖 对不对 如果某种红红列宝 可能存在一个错报 比如说 你中了一个阳性 对吧 该错报 单独和联农其他错报 会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 你害得你那个门洞 起死户 躺平了 好 那么这个账户和列宝 就是什么 重要的 因为你们有一个错报 这个错报 假定是一个奥米克人的病毒 这个病毒会带动 你们那个门洞 七十户 你这个七十户 会带动你这个小区 这个院子里的 二十一栋楼 你会带动 某某社区 你会带动朝阳军 你太厉害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不要过度的去推敲 果子翻译 打比方 对吧 好 好 那么是什么账户呢 假定说是存货 存货是资产负责表的项目啊 是的 它有六个认定 对 那每一个认定都是的吧 不是的 是它的准确性 邓号 计较和分担 所以我们就看 是哪一个认定 它有六个认定 是其中的一个认定 先要找到某一个账户 或列宝 再要找到与其相关的认定 对 再一 好 搞清楚了 那我怎么去找呢 怎么去找那个重要的账户呢 重要的账户找到了 那个认定好像清楚一些 对 重要那就从定量和定性 定量是指什么呢 就是超过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注意啊 通常是重要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哦 通常是重要的 它还加了一个 围栏里的东西 无论在内部公司审计 还是财户报表审计中 通常情况下 被认为是重要的 那这句话 是不是也要翻译啊 老师给你翻译了 你看 看这个杯子 假定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 是一千万 我们实际执行的是五百万 有一个账户 它的金额是一千二百万 请你再看一页 这个一千二百万 那是不是大于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 一千万呢 是的 是不是也大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五百万呢 是的 那么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只要大于五百万的就是重大的 它是一千二百万 那是不是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这个账户是不是重大的 是的 但是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超过了财务报表整理的就是重大的 那它是不是重大的 是的 好 那我们说 那这个账户通常 是不是重要的账户呢 是的 有通常就有但是 所以考审计 它这就考逻辑 知道吗 逻辑思维 是的 那么下面跳动一下 第三句话 一个账户和内部的金额 超过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 并不必然表明它是重要的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要看它的性质 听懂了吧 好 所以这个第一句话 第三句话 你就跳动一下 有通常就有但是 它中间第二句话说 一个账户和内部 即使从性质方面考虑 与之有关的风险较小 大家注意啊 它又在说 如果它的金额越大呢 那个 重要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没错 所以 一和二呢 是讲一个意思 他说 超过财务报表整理重要性的账户 无论在财报整理和内部公司整理 通常是重要的 如果 其实从性质来讲 相关的风险较小 一个金额超过了 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的越多 我们往往认为 它的重要的可能性就越大 没毛病 但是 但是 有的超过了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 并不一定是重要的 它就要定性了 定性 什么意思 举例 刚才说了五千万 是不是大于 财务报表整理的重要性 一千万 那这个 这个账户是什么账户 这个账户 就是将要充分内的账户 对不对 比如说在建工程要转到固定资产 你要斩雇 你要确认转回固定资产 它金额大不大 大 但重不重要 不重要 跟我的财务报表带来的错报 不重要 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并不必然表明 那么 超过的 不重要 低于的 却重要 这就是定性 知道吧 那么定性的因素 可能是 注册快递 是将低于财务报表整理的 这个账户 列为重要的 有的账户 金额上 并不重大 但是 它的固有风险 或物欲风险呢 有可能导致 对吧 比如说 预计负债 它常常会低估 对吧 常常会低估 虽然你看见 它的金额是多少呢 比如说 这两百万 实际上 它被低估了一千八 知道吗 所以 某 某负债内账户金额 并不重大 哦 省计前 只两百万 你才会 整体的是一千万 它低于 一千万 但是 你看到的 这两百万 是它 低估后的 所以 低于的 却重大 它存在 第一个风险 它有 固有风险高 哎呀 这个真是不简单 大家注意 牛老师 根本不是一个老师 我最多算一个 把中文翻译成 中文的翻译 还没有证书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它看懂 看懂了呢 我们才能够做题 好 那我再确定 一个账户 是不是重要的 一个猎包 是不是重要的 而且重要账户 猎包的 哪一个认定的时候 我要考虑 什么因素呢 这就是 灵藏 经验 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我识别重要的 我就应当确定 重大 猎包的 可能来源 我可以通过 考虑特定的 发生的领域 和原因 刚才讲到了 负债内 它喜欢低估 这就是我要考虑的 收入 它喜欢高估 对 这就是 可能来源 实际上 就是什么 什么情形下 什么错暴的意思 好 第二呢 以前年度的 我以前年度 我识别到的 有缺陷 或者过有风险高的 今年呢 我也要把它 作为重要的 这是 以前 好 那么大家注意 在重要账户 猎包及相关 认定的时候 我们还要 穿透 要揭开 它的面纱 就像 就像一个针 穿破它 那么我们始终要想了 我在财报 和内部控制 那重要考虑 是不是一致呢 是的 下面 刚才的三句话 可能没听懂 是吧 没听懂 正常 哪有那么简单 听懂 对吧 虽然我拼命地讲 希望你听懂 但是你此时此刻 没听懂 很正常 所以我们看题目 比如说 这个多选题 请看题目 翻译 牛老师 牛翻译 给你翻译 在内部控制审计中 请注意 它就是指二十章 有关重要账户 它没有说 重要账户 邓号猎报 及相关认定 它就是什么账户 是重要账户 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二十章第三节 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至上而下的方法 找到重要账户猎报 找到重要账户猎报的 相关认定 某一个认定 或者某两个认定 这就是二十章第三节 这个方法 要做的事情 把它找到 找到了以后 测试 第四节测试 对 那它现在 怎么找 什么是重要的 选项A 超过财务报的整体的账户 未必是重要的 老师举例咯 财务报的整体的重要性 我举例了 是一千万 那菜建工程要分内 这个分内的账户 它需要截转到固定资产 没截转 五千万 不一定重要 对 五千万 大于财务的整体的 一千万 十二月三十一号 它应该主张 作为固定资产 它没有 这个五千万的 在建工程 它在二零 下一个年度 一月份 它在主张 这个五千万的 在建工程 未必是重要的 对 选项B 我们在识别重要账户时 不应考虑 控制的影响 老师跟你讲了 应当考虑控制的影响 是财报省计 你现在做内部控制省计 内部控制省计 就是要考虑控制 有没有缺陷 你还要考虑控制的影响 这就不符合逻辑 他说不应考虑 那就是对的 好 每一句话还会考的 好 选项C 我识别重要账户 我无需确定 错报可能的来源 那你不确定 错报可能来源 你怎么找 你肯定要确定的 这个肯定是错的 对吧 好 5B风险的账户 不管他金额多大 他都是重要的 绝对不是懵的 要把前面的知识点 搞清楚 好 2017年 这个题就要难一些 为什么难一些呢 他除了找重要账户以外 他还有猎报 还有相关认定 哪一个认定 这个内容 也是20章第三节的 20章第三节就是 找重要账户 猎报及相关认定 知道吗 他表面叫至上而下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为了找到 我们文周周的说叫识别 其实就是去找 去排查 去排队 做核酸 排查 知道吧 好 ABCD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请看 我应当定性和定量 两个方面来识别重要的 没毛病 我在识别重要的时候 我应当确定 错报的来源 没毛病 我通常将超过 财务报表 整体的账户 确认为重要的 通常 超过 没毛病 通常的意思 有一个 但是 对吧 对 我们在识别重要账户 猎报及相关认定是 应当考虑 控制的影响 这个是 宗族协 爸爸送分的 你做内部控制审计 你就是考虑 控制的缺陷 你还考虑 控制的影响 干什么 财报审计当中需要 在内控的事 不应考虑 为什么要考这个题 因为在财务报表 审计的时候 要考虑 那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主要是考虑固有风险 固有风险高 比如说收入 有务币 收入有高 喜欢提前 这些点 这是我们去找 控制的 缺陷的地方 对